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说日常 今天的主角是华硕新发布的WiFi6路由器 AX86U代号锯齿刹 且支持WiFi6协议 使用四核1.8G波通处理器 支持四重四160MHz频宽 用一个2.5G电竞网口 两个支持零容巨核的千兆网口 用手游电竞模式和软件游戏加速 支持AI Mesh 配置听起来很厉害 实际使用效果又如何呢 先往下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 每个晩一般的方便 就这样做成功 适量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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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手 这家贾大部分 干脂 鸡肉 č 这次的锯齿刹 延续了滑车典型落入器的一贯风格 高调而霸气 我们看到正面 上面面板虽然采用低调奢化的黑金配色 但是搭配下面的鲜红色散任的格栅 瞬间有一种锯齿刹扑过来的感觉 反过再说着 小弟弟 你可别把我逮住了 不然有你好过支持 来到背面 背面采用了大面积组传散任核杉 真的忍不住想往上面贴一只败家之眼 L借口分别是 电源 开关 重置键 两USB 3.0 一个2.5G网口 一个千兆万 四个千兆LAN 其中WAN和LAN1可以进行链路聚合 单独插LAN1 也可以获得最高优先级 以降低游戏延迟 来到侧面 侧面很好的延续了正面的霸气风格 两侧的按钮分别是RED开关和WPS 总体外观 我想一定不会让华社粉丝们失望 至于路人员怎么样 大家可以弹幕交流 下面说说大家最关心的性能 首先我们来测试一下路由器的无线能力 包括速度和穿墙能力 忘了环境我们北京连通千兆 测试用笔记本安装的是AX200网卡 并且找来了小米X3600 其中对比 结果如下 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路由器的传输文件能力 包括WAN2LAN和WAN2WAN 先是WAN2LAN 这模特里用路由器连接NAS的适用场景 我们先来预测一下 两个路由器与X200网卡的行业最高速度 都应该是2.4G 是大于千兆网口再宽的 所以华硕因为有2.5G网口 就不会像小米那样被三兆网口限制 也就理应比小米要快很多 测试用的另一台电脑是台式机 我已经给这台电脑安装成2.5G网卡 并把它用和小拇指一样 搓的8列网线和路由器连接在一起 这两件电脑的硬盘不会产生瓶颈 获考文件速度如下 在这补充一点 大家千万不要像我一样怨大头 路由器套口之前就兴冲冲的到咸鱼 淘了一块万兆网卡 因为比2.5G快就不会产生瓶颈 说不知 其只有1G和10G两个模式 碰上2.5G只能有1G 属于自费武功 所以买网卡一定要看清是否支持2.5G 还有 大家里的NAS和电脑如果没有2.5G网口 华硕的1口和LAN1口是支持链路聚合的 搭配双网口支持链路聚合的NAS 或单网口的NAS和电脑 买跟像这样千兆转USB3.0的拓展线 拓展出一个网口 再进行链路聚合也是可以的 也可以达到2G的速度 下面是1to1 模拟设备之间互插文件的使用场景 这次把台式机的往下拔掉 换成代码甲的AS200网卡 我们预测一下结果 华硕是4乘4.016 而小米是2乘2.016 同样连接两个2乘2.016的AS200 前者带宽是后者的2倍 所以华硕的传承速度应该比小米快 互考文件结果如下 下面我们测试一下游戏性能 重点当然是游戏的延迟 这款路由器有手游电竞模式 下面是手游的延迟测试 相信大家看了以上评测 对这款路由器已经心里有数了 在这补充一点 很多人买滑车路由器 冲使它可以刷系统 进行一些不可名状的操作的 在这就不展开说了 懂的都懂 且滑车路由器的系统功能非常丰富 可玩性极强 今天提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 对于发烧友 这也可加分享 最后 价格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 想自己真的需要花一千大仅 买这样一款路由器吗 或者比它便宜或贵的产品 有没有更好的呢 好了 今天视频就这样了 感觉有用的话点按关注吧 给个三连 谢谢 再见